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迎来升华的契机 如若你有了心动的人却一直保持沉默 那么双方之间的隔阂就会持续存在下去 所以遇到心仪的对象主动释放信号很重要 通过一些方式向对方传递出倾慕的情愫 而对方也能顺利接收到 唯有如此彼此的缘分才能落到实处 两个人的感情才有机会冲破阻碍 获得云破日出的一天 否则大家都选择暗恋的结果 很容易让缘分蒙沉 直到某一天双方即使明白了心意 却早已没有了牵手的机会了 爱情里男生往往是主动的 从心理学上看 他们大胆果断 性格也显得很帅真 遇到让自己眼前一亮的女子 男人能够放下矜持 积极展开追求的攻势 即使粗心的男生 也会在心动之后变得温暖细致 但是大家要知道 若想抓牢缘分 只靠勇敢还不够 如果想将爱情把握住 男人就要考虑到 爱情眼前女生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的情感表达的方式是什么 这样才能在有效的方式中 成全自己的缘分 和男生相比 女生显得较为含蓄 即使喜欢一个人 他们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去表白 而是会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倾慕之情 以此来把握爱情 如果男人不能明白对方的心意 女生很容易在对牛弹琴的失落中 逐渐收回自己的爱意 毕竟爱情从来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幸运的感情是一来一往的结果 有些男生明明知道这样的道理 却不能为女生考虑周全 结果他们付出了努力 却迎来失望的结局 甚至一些人还会得出 女生的心思很难猜的结论 而实际上 他们只是未能明白 两性在情感表达上的差异 也没有站在女生的角度上 为对方考虑周全而已 结果在误解中 认为对方不喜欢自己 如果双方在交往中会错了意 也会让缘分悄然消失 对于男生而言 若想赢得爱情 就要把握住女生的真实心理 这样才能在谈情说爱中 抓住足够多的主导权 从而将缘分抓捞 女生认可你 接纳你 往往会选择默许你 不明白就错过了 一 她会允许你说一些玩笑话 开玩笑是人际交往中 常见的现象 两性在一起 通过一些玩笑的方式 可以调节相处的氛围 不过我们都知道 有些话是需要适可而止的 除非双方有着特殊的关系 彼此才会在开玩笑的时候 做一些越界的事情 否则大家很容易因此伤了感情 追求女生时 对方认可你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时如果男人说出一些 超出正常交流的话语 对方并没有反感的意思 甚至还会充满好奇 带着趣味的笑容 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从侧面反映出 这个女生是接纳你的 只需要趁热打铁 就能成功入住到对方的心坎里 二 你的关心 女生会照单全收 每个人都有交际的需求 只不过在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还会保持分寸 有时候 面对别人的帮助 大家不能照单全收 而是要考虑前因后果 否则 很容易在人际交往中 陷入人情的泥潭里 女生擅长把握细节 也能明白分寸的重要性 如果他们不喜欢一个人 对方提供的帮助 女生往往会选择拒绝 而那个让女生动心的男人 他们则会主动向对方提出 求助的需求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实现互动和交往的目的 若是某个女生默认你的一切帮助 不是因为她没有分寸感 而是因为对你没有防备 或者是希望与你多交流 三 频繁打扰她 也不会嫌弃你 每个人的精力 其实都是有限的 大家更愿意将自己的时间 用在重要的事情上 以及关注的人身上 如果被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频繁打扰 我们很容易产生情绪 从这个角度看 一个人的心中 是不是有你的位置 就很容易判断出来了 假如你频繁联系她 对方都是保持开心的状态 你不断地向她求助 女生也会欣然答应 不是因为对方大度 而是因为这个女生接纳你了 对于她来说 能够与你建立联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在乎你 所以她愿意拿出足够多的时间 与你保持交往的状态 遇到爱情 女生也会显得很含蓄 她们希望拥有真爱 也怕遇到错误的人 于是面对追求者 女生会小心试探 也会在动心后 用隐晦的方式传递信号 如果某个女生 面对你越界的玩笑话 以及关心和打扰 都能用默认的方式接受 其实她的内心深处 早已有你的位置了 遇到这样的女生 就别犹豫了 用你的真诚 成全彼此的爱情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